这次的音乐会主题 其实是庆祝中国爱乐团20周年 所以这次的主题也刚好就是生于2000年 然后邀请了不同的00年出生的演奏者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 共同去庆祝这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节日 中国爱乐团包括北京国际音乐界 他们一直都有扶持青年音乐家艺术家 然后帮助他们提供这个演出平台 这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习惯 我觉得对于这次我们五个独奏家 和这个乐队的这个意义是非常特殊的 从中国爱乐乐团的角度来说 经历了这20年当中的一些艰辛一些艰难 还有一些辉煌的时刻 这些都是很特殊的 就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 没有想到会这么早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作 那这次合作其实说实话是忐忑是紧张的 宇纸他给我的鼓励比较多 因为其实多少会对自己有一些不肯定的地方 但是宇纸就给我非常多的鼓励和建议 应该怎么去拉这样 我第一次读唱身份应该就是10年在上海 跟爱乐和玉芷 然后演这个曼勒斯 再来就所以就是非常 就是那个听还没有变 然后那些就是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们还都在 然后就特别特别亲切 听那个声音一出 一下子就是那种你感觉是那种冲击感 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乐团 我的感受就是 当然中外乐团的老师们都是特别有一种英雄的气概 我是很愿意继续就是歌剧这个实验 就是继续唱下去 我知道钟离琴这个乐器 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发展阶段 如果有一天能做到 把钟离琴推广给大家 像大家知道小离琴跟钢琴一样的话 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可以去 怎么样去做到这一点 以后能一直做一个演奏家的话 那我希望它是这样 如果不能的话 我也不会觉得遗憾 因为我一直在做我热爱的事情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坚持 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而不会去太随波逐流啊 那不管它是流行爵士还是固定 我都希望我可以多去尝试 未来的路上就是 更希望用音乐去表达自己 但是什么音乐我觉得不舍险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要改 这是勇敢的感 就是勇敢去尝试 勇敢去突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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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